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章 在刨纜的环节和大家见面 上次的成功升区 真是给了大家 但赢不到 希望这次就顺顺利利 这次我介绍刨纜的马胆之前 大家记得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share就更加很好 这次我精选了第四百二千的长途赛事 有一只马重新跑回沙田二千 希望得到季内第一win 这只马今季在沙田二千都骑得不错 跟大家重温这只超勁勇士 他怎样在沙田二千差点赢得到的这场赛事 杨明伦骑得不错 马上给大家看看 超勁勇士 他是在沙田二千季初的表现 超勁勇士大家看到是红色衣服 带着白面裤 十四号那只就是了 红绿色带着就是了 红绿色带着就是了 这场是今年11月21日的赛事 其实他同场都有些对手是挺能力的 譬如说 西利哥 安仲等等 其实都是一些三班的对手 这场其实就是他在贵内三班都可以上到名的 可以说其实这只超勁勇士是真的有不错的实力的 其实下来四班是有些超超的 我觉得真的这个路程上他都有些证明给大家看过 看回杨明伦怎么跑 现在他就拿到一条篮子 放头白色31号就是那只零架 看到其实杨明伦一直把马留实在第六第七位 叫做跟前来走 但是都不得不服杨明伦 其实他这场马的走位都真的挺能力的 一直都忍住忍住 到最后发力 其实他那段冲刺是非常之好的 跑到还不够600米的时候 开始他就不要贴眼 移出了一点 一度以为其实这只超勁勇士就没位 看到白面箍那只就是 他就跟着在前面 黄色三衣在头那只 高尖软足后面的位置 一直在等 在最后300的时候 开始有些位置走出来 杨明伦打两边下去 跟着这只超勁勇士 开始就有反应 一直走上来 非常之好的 但是没办法 入别五号 红黄色三个安仲就有条欄 最后这几部走上来 其实他就过了一只喜恋心星 差一步 他就可以过前面这只安仲 但是很可惜杨明伦其实都 发挥得这只马完全一拙 但是很可惜在影响那里叮当码头就输了 没办法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这只超勁勇士 在三班都可以上到名 来到四班 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的 这只肯定是能力有的 这次陆档131磅 上次填泰汗就输得远一点 这次其实我觉得OK的 因为其实他都帮这只马上个名季内 其实他都有四次拿个胚子 所以我觉得这场马季尾 他真的趁有些班里 他有机会是可以赢回场 还有应该是罗富泉这么多只马 这只会有点分头的 冷门脚方面有两只大家可以参考 第一只只奇妙连马 未必很难的 因为这只马我觉得相对稳定 上次其实就凭个轻榜七档 蔡明兆就帮他在谷草里赢了 转场回来沙田 其实大家都要去留意 最近不少的转场马 其实都会有表现 譬如说明欣赏、竞驱等等 以为你快过谷马 过来沙田爆到你平英白了 所以有时奇妙连马这些近况好的马 大家不妨去留意一下拖多主 最后一只介绍给大家 就是一只美活人生 你就会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瘋了 这只是五班马 我没瘋到 这只真的我介绍给大家 为什么呢 他近四次就有一辈两辈 还有 其实他跑长途 大家都知道能力是足够的 对着这一只马 他未必很超 但是胜在有个轻榜 和当往的稀威心 帮他跑 我觉得 有机会是可以 就在这里 特围到的 就是凭着个轻榜 所以这场我建议大家 买铁角 超竞艺勇士 拖奇妙连马 和美活人生 OK 今次跑难的环节 就和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星期日的赛事 信信你们赢多些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